143頭條日報 清潔香港前先訴走官僚集氣 2015年7月10日要問P02社評理一票特首兩振英昨天在立法會答文大會上透露 政府最快下月推出傳承清潔大行動 屆時會透過跨界別和全民參與,推動清潔香港 記憶所及,這時繼03年沙士,13年先後兩次傳承清潔大行動之後 另一次跨區跨部門清潔運動,除了有助提高公眾的公共興越 N式,亦是好時機,由中央檢討各部門之間是否存在各自為證 互相卸責的問題,在訴走城市污煙漲氣的同時 亦要掃走部門之間的官僚集氣,沙士的慘痛教訓 港人記憶有新,沙士之後,公眾有一段長時間比較注重圈子 例如私人物業管理公司會以酒精物色升降機等公共設施 以市民到人多的地方,都會戴上口罩 但近幾年情況似乎倒退 公眾地方清潔程度比沙士之後信息 而部分市民該人不惜,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也不戴口罩 早前民建聯發表一年一度的鬧市後行圈被告 I 巡查報告 多個地區後行集物垃圾堆積、圈圓、施、劣、滋生蚊蟲患 令人質疑當局的外判清潔工作是否有效 其實,不少環境圈率敏地,都涉及多個部門 例如一些黃區的食店深夜在後行棄置處如 向渠道傾倒廢水,既引起圈率敏地,也污染環境 但有關部門少有派人深夜執法 甚至由哪個部門負責也搞不清,變成無皇館 另為例情況變本加厲 露宿者影響區內圈子也存在同樣問題 有例如環保斗問題 立法會帳戶委員會就曾發表報告 發言放在路邊環保斗 除了棄置建築廢料,不少變成大型垃圾桶 但運輸處及地政總署互相推堂 使得最後沒有部門牽頭處理問題 各部門膚顯自害責,你推我讓,香港將變臭港 特首透露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領傳承大清潔行動 正好由政府最高層全面來審視各部門之間 是否同心協力處理公共圈律敏地,並擇成作出改善 政府先整頓官僚集氣,才能更有效率推動傳承清潔 逢週一至五見報 二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十年 Comm första 二、三、二、三、二、十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、,二、三、二、二、三、二 fate